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这个是压紧设备的时候需要用到的液压棒 它有四个钢头 这样的四个钢头 它要上在这个设备的四个位置 最好是分开了上 因为它受力比较均匀 这个时候咱们看一下它这个板片里面的胶条 看有没有跑出来的 如果有的话咱们用工具然后把它撬开 往里边把胶条归一下位 然后这个还是很不错的 在那比较到位 两侧都要看一下 149 这个A值应该是149 所以这个液压的这个行程大概是5公分 现在咱们一蹦就可以到位了 好 现在这个已经到位了这个蹦 然后去测量一下每个蹦的这个值 是不是都到位了 如果不到位然后再分别的走一下这个单蹦 这个就没到位了 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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这个比了 好 好 好 现在基本到位了 然后现在就可以把剩余的螺栓带到这个A值 拿搬手带 现在都已经到位了 所以现在咱们要卸一下液压了 然后把液压的压力卸掉 然后这个就可以取出来了 卸压 好 好 这个现在就可以取下来了 然后液压卸掉之后 然后咱们把螺栓带上 然后测量一下它这个A值 然后拿搬手带紧带到A值 这样一台小型整机的组装就完成了